十四上課,等於是最後一日上課 那就要告個結尾 當然我們這課程的主要的訴求跟目標 第一個,你還是藉由這些範例 要能夠活學活用 因為畢竟工作上 每個狀況其實都是 都不可能說都一樣 那當然呢 主要是你要懂得如何靈活的應用 一些Excel所提供給你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像Excel裡面的函數 函數裡面的話當然 函數數量非常的多 那你不可能用死倍的 因為很多人都只知道說 哪一個大概怎麼用 那如果有一些變化 就不知道該怎麼去做一些靈活的 去彈性的變化 當然如果除了函數之外 你如果重複性的動作 最好還是 或者是說函數它沒辦法解決的 那這個時候 可能你就要想說 多BPA裡面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幫我們把問題解決掉 那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這一題 人事考評 那因為有同學問到 有關就是多工作表的那個切換部分 那個切換 我寫的回圈是 比如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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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4 等於1到4 比如說有4個工作表 那你要切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數量 有沒有 1234 那如果說呢 你假如要名稱的話 那名稱 如果你要名稱 來指向哪一個名稱的話 那有同學就在那個雲端 因為雲端白板上面我有放 就是說 你可以用數量 的方式 就是你的那個數字 哪個位置指向哪一個名稱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用正列 那正列裡面當然 你會 剛好有同學問到 因為可能他看到說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正列的話 記得在VBA裡面就是一個array array刮符 裡面的話呢 那就是給它正列的一個內容 正列內容的話 當然因為 它的那個 刮符後面放的是第一個 順序的話是1234 可是它的編號特別注意 編號從0開始 所以第一個是0 1234 那0開始的話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們習慣從1開始 有沒有 我們習慣嘛 那如果說你將來呢 希望 避開那個0的部分 所以同學可能問到說 為什麼老師 你第一個放一個什麼 空的啦 那其實主要原因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從0開始 那很麻煩 你變成你要回圈的話 你就要從0開始 比如說4J等於0到3 那很麻煩啊 因為我們習慣跟我們的程式 如果邏輯不一樣的話 那變成你要轉個彎 那怎麼辦呢 後來我想的方法 就乾脆我把0的部分 把它控下來 我不要用就好了 OK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以後反正1到4 剛好它的位置 跟我們眼睛看到的順序 那就會是一致的 那好處就是說 你在寫那個程式的時候 比較不用說 一直轉彎啦 比如說常常同學說 老師0開始很麻煩耶 我0開始 我要把它減1嘛 有沒有 位置減1 那如果我要 把它變成實際的位置 要加1 那直接加1減1很麻煩喔 如果你假如想要避開 這樣的一個麻煩 那我的習慣 乾脆我把0給控下來 這樣就省略掉了 OK 所以同學剛好 我不知道問題 是不是同學問的問題 應該是這個 還看到說 為什麼從0開始啦 那主要原因是 正列從0開始 我避開就好了 OK 好 那所以喔 主要就是 你們未來 如果要把它變名稱 你可以用正列 可以避開第一個 把這個 這邊把它控下來 就OK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上個禮拜 我們主要是利用 V2凡數去查詢 那最後 再寫個VBA的程式啦 那在查詢的部分喔 用V2凡數非常普遍 可是其實很多地方喔 他們沒辦法查資料呢 如果除了 V2凡數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凡數 像Index 像Match 有沒有 像Indirect 像Offset 其實很多啦 但是呢 如果以我們另外一個範例喔 所以待會請各位 幫我開啟那個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325人士分欄這一題 那你打開之後的話 會看到有一個需求 A跟B 是我們原始資料 那D到區 這個範圍 是我們希望它變成的最後結果 那你想說這個地方喔 D跟區底下 這個欄位名稱之外喔 請你把它按Delete掉 那我已經先填上去啦 OK 那把它卡住自己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個示意 所以待會請你們把D2 一直到區 G9這個範圍 把它Delete掉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邏輯啦 第一個 它的資料呢 有沒有看到 入職時間 入職時間 欸 它這個資料其實是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B欄 B欄在哪裡呢 第一個應該是1嘛 再來應該是1、2、3、4 這個是4 1、2、3 這個應該是第5啦 所以中間5、6、7、8、9 有沒有 所以其實它等於是 每四列 它就是一個人的資料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希望把縱向的四列 變成橫向的四欄的話 那當然啊 你第一個可以想到 如果現在以示範裡面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轉次 有沒有 比如說你想要把它轉過來的話 假設你這個地方Delete的掉 當然有幾個方法 比如說這四個 你把它變橫的話 按複次 其實有個方法 貼上的時候 你可以按右鍵選擇性貼上 可以怎麼樣 用那個轉次 我記得應該是可以的 有沒有這邊有個轉次 轉次的意思是 可以把縱向變橫向 我們來試一下 按確定 它就貼過來了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用轉次的話 那變成你要 如果四個貼過去 四個四個四個 好像有點麻煩耶 反正最後 我是希望說 最後的結果就是 縱向的四個 變成橫向的四個 這第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說呢 過來的資料 其實這個上方 已經有欄位名稱了 但是這個過來的資料 前面還有欄位名稱加冒號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過來的東西 不要有欄位名稱加冒號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可能會需要有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先把縱向 四列資料變橫向 四列資料 四欄資料 有沒有 縱向變這個 這個橫向 OK 第一個需求 第二個需求是把 藍位名稱冒號呢 把它去掉 然後把它放過來 OK 那這個應該怎麼做 那工作上常常有 這樣類似的資料 就是說 資料的排列方式 其實不一定是 完完全全符合你要的 所以呢 我們勢必如果將來 要把資料做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 就是比較 要接近那個資料庫的 那個資料表 排列的話 那勢必要 需要把它 恢復成我們希望 讓它排列的方式 但是這個地方 不是叫你塗法煉鋼 你說老師 那我剛剛轉字 我可以四個貼 四個貼 也可以 但問題你要花很多的時間 很浪費時間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不希望說 浪費太多時間 而希望可以快速完成的話 當然最快最好寫個VBA程式 應該按下去就OK了 對不對 但問題 雖然最快速 可是也是最困難 那Excel裡面它提供很多方法 你要快的話你就寫程式 但問題是 你功力要夠 OK 但是如果你功力不夠的話 你說老師 我特律是嗎 有沒有函數 有沒有 那我們想想看 你說老師 那我用V多函數 可是V多函數呢 它一定有一個lookup value 要查什麼 才可以把什麼拿過來 可是問題 它沒有東西可以查 它是一個位置 你要把那個位置的資料帶過來 那如果那個位置的資料帶過來的話 幾個方法 其實你可以用index 有沒有 index是所以 index主要是給它哪一列哪一欄的位置 它就會按照哪一列哪一欄的訊息 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其實蠻像那個VPA裡面那個sales那個物件 它實際上是哪一列哪一欄 帶過來而已的訊息 或者其實這邊也可以有offset offset也可以 比如說我以哪一個當基準 然後我只要向右移動 就加一加一加一 它也可以 另外的話呢 其他還像index index也可以 index裡面就是跟它講說哪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我要把那個b2儲存格帶到這邊的話 你就是用那個插入函數裡面 可以找到查詢與參照 然後裡面的話有i開頭 有沒有 index之外底下一個叫index 這個函數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裡面 直接給一個位置就可以了 按確定 其實就是在這邊 我要把這個嘛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b3 所以你就給它一個文字 特別注意喔 裡面一定要文字喔 所以你一定要輸入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如果你沒有給雙引號 它就會出尊 你不能直接給b2 b2外面一定要前後要雙引號 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OK 這樣的話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它就自動幫你把日值時間給帶過來了 有沒有 index也可以啦 但是問題 index一定要是前後要加雙引號 那如果用index的話 index不用 index的話 如果你用index的話 一樣查詢與參照 裡面的話找到index index的話呢 直接用預設這一個 它就是會跟你講說哪個範圍 那範圍的話 其實就是 假設欄你就選這一個好了 這個是b2吧 那b2裡面的哪一個 其實b2就是 它本身就是一個範圍的話 那就是第一列的第一欄就可以了 OK 然後你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資料有帶過來 哪一個範圍的哪一個列哪一個 OK 所以index跟index其實蠻接近的 差別是說 index直接給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給的是一個文字 如果index的話 一定是哪個範圍裡面的哪一個列 把資料帶過來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設用這兩個函數 OK 其實理論上 ysel裡面這兩個函數 應該用在這個上面應該最合適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用這兩個函數 解決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把縱向的1234有沒有 把它變成1234 那問題來了 如果用index的話 那下一個怎麼辦 下一個你說 老師那如果你可以思考一下 下一個應該就是 如果把它貼上的話 那這個範圍的話 當然就不能用b2 你可能用b 不然乾脆這個就給一個範圍算了 這個index 你乾脆第一個給個array 直接就給從b2 一直到哪裡呢 冒號 到底下的話應該是b 我記得應該是到33吧 最下面吧 OK 按確定一下 Ctrl向下一下 應該是333 沒錯 下面沒有了 所以呢 我給它這個範圍裡面的什麼呢 哪一列哪一欄 這個範圍喔 就第一列 所以它先給一個範圍 有沒有這個範圍 然後哪一列呢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列 第一列指的就是這個資料 哪一欄 第一欄 因為欄就是一欄 所以不會有第二欄 也就是說index 如果假設你用index的話 那第一個參數跟最後一個參數不會變 會變的話呢 是哪一列喔 為什麼 因為你下一個應該就變第二列 下一個變第三列 下一個變第四列 所以喔 如果假設這個OK的話 那我下一個的話 其實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一樣把它複製 取消 貼過來的話 如果要換下一個資料 那很簡單嘛 把這邊列 改成2就可以了 那這樣就抓下一個嘛 姓名留養的 那第三個這個的話呢 那就貼嘛 然後這邊應該就變第三列 這個範圍裡面第三列 那就抓到公號 那以此類推啦 下一個的話就變成4了 所以你其實可以領出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 如果我今天呢 只要能夠把這個index裡面的公式 我剛剛提到喔 這個跟這個不變 這個的話呢 就是 第一個是1嘛 第二個變2嘛 第三個 第四個 1、2、3、4 有沒有 這個參數只要變 那它如果向下拉的話呢 變5、6、7、8 如果可以把這樣的一個順序 把它變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 縱向的一整個欄的範圍 範圍的資料呢 把它變成橫向的 1、2、3、4 5、6、7、8 有沒有 這樣就放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如果用index的話 有沒有辦法做到 那如果你有index OK的話 其實index應該也可以 差別是說要把位置 變成一個文字喔 OK 試試看喔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喔 主要延續那個 查詢部分 但是不是用vran查 因為在 Excel裡面有很多的查詢工作喔 沒有辦法 只能用vran數據去查詢的話 那我們常會用到 像index 像indulet 像offset 等等 那以這一題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那個喔 所以你們打開 3、2、5 人式分欄這一題 把b欄 把它縱向的1、2、3、4 變成橫向的1、2、3、4 OK 想想看 那我們大概 可以用的函數不外 就是index index 那甚至offset 你們也可以使 如果你假設 剛剛講的這幾個函數 你都可以變出來的話 那其他的應該也可以比照辦理 試試看 那如果可以的話 甚至再來就是 把它變VBA 所以VBA 如果可以的話 寫個VBA程式 然後一個按鍵按下去 自動就全部OK了 只是怎麼做比較簡單 試試看